大家好,我們這場邀請到紫陽來幫我們講解那個 老師建議帶您酒屋裏大使的心碼 那我來接一下子楊,謝謝 大家好,我覺得我選了一個冷門場的標準 就我要在這間跟各位社會大部分照顧 不過,以其在這場有什麼很juicy的東西的話 其實應該會蠻紮實的意思 因為我那時候,我的時候就是 七星空前面亂,然後我就想 都很不好意思 然後對社會大部分照顧,就是社會外面 好,那 因為這次的議程就是會講一下就是 我們理大使的事 其實理大使我們算是一個 如果你是主要幫助的開發之後 工作一段時間後,我覺得蠻多一點的一場 大使的事實 因為理大使雖然它的生態度很厚 但它的Core的Library其實非常非常適合 於是一個完之後,起來可以第一組的 然後,全部的程式馬應該就是可能 沒有超過一萬多的,就非常地佼佼的意思 然後,邏輯機上也蠻精神的 所以我覺得是蠻適合的 想要開始吹詞的就是蠻寬話的 算是一個蠻好的開頭 那 自我介紹,我想大家應該都看過了 所以就 感激一次 好,然後 我現在在五分鐘工商服務以下 就是我現在在 因為是 雲創西亞平台工作 就是 如果在座的各位 而且 工作的需求的話 我們 9月28日有辦一場 就業博覽會 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我們會 並且 跟 新創相關的 一些 求持相關的 一些活動 就是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第四個平台 對不對 好,然後我們現在 有在 後端工程師喔 所以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我們 我們的 Test Tag 就用到 Reels 跟Reapp 就是 後端是Reels 所以 有興趣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在 畢私的連結 如果 因為我們 SEO做得不錯 如果你收新創 Nedict 也可以參考一下 好 好 通商服務 就會這樣 好 那 這是我今天 演講的 大概 就是 我會先簡短的介紹一下 什麼是 ReDux 因為它有一些 概念 它原電的架口 然後還有一個 很簡單的範例 就是 然後 Pure Redux 它 漸進了很多的 Fungible Programming的概念 所以我們會講 某些部分 為什麼會這樣子設計 就是 它的設計的 概念是什麼 好 然後 簡單介紹完 Redux之後 我會 就是 就直接看遊戲 直接進入自己 好 然後 我 這裡我要講一下 就是 我本來 最最開始投的時候 是 反正假設 我只要 講60分鐘左右 然後把 你講幾個人都講完 就是把 那個程式上來講 比較多 但是我覺得 就是後來發現 只有30分鐘 所以 可能會有一點交感 某些地方可能 沒辦法講太適 對 我也歡迎大家 就是我有什麼 某地方 就是看了50分鐘 可以 幫我調和看看 因為我其實有些地方 有可能 沒有講得那麼清楚 所以 可能 看過去的時候 覺得自己看懂 但是 沒有很了解 看得不清楚 那 也歡迎大家來跟我們 討論看 那 如果我沒有講完的話 我就會 馬上去掉 下面有 我已經唱不到 其實我覺得 下面有一個 進步條 可以看到 我現在 還剩幾多小時 對 所以我如果時間不夠 我就會 馬上卡掉 可以 好 所以講不完的話 就直接這樣 那我們就直接 進入主題 看 就是 看不到 哇 你說 SORRY 他是 我會盡量表演 哈哈 但是 問到一些 好 好 那我們就 再說 講一下 在座 有 就是 專制的前段開發 只可以進行 加速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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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使用 Vue 的 你看看 使用 Aq 的 那 使用 Vent 好多 那 這 可能是大家 那個 觀念 就是說 Redux 就是 那 其實 也不一定 Reedux 它其實 還蠻 沒有 沒有法訂正 很多 框架 它其實可以跟很多 框架組合 但是 因為可能 6X 有 自己的 管理的系統 所以就比較不用 但其他的其實還是 我有看過有名的文章 是 Hundred Reedux 就是 主要大家怎麼使用 其實也是 還不錯 所以其實Reedux 它本身不是 沒有那麼 呃 就是 一定要跟哪一個 東西來使用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它有一個理字 你說 可以跟Reedux 好 那 呃 這是一張 就是 Den 是那個 Redux 它的挫折 然後它有問說 請大家講一下 就是 嗯 比較不受歡迎的意見 來選擇Redux 然後 這個圖論就是說 嗯 Redux 就是 全域變數的時間 就是在做數字的樣子 那 其實上次講的也是蠻有道理 就是 我們可能在做一個app的狀態管理的時候 就是 很多時候就只是把狀態直接存在 全域變數裡面 然後就是 大家就是對這個全域變數 亂動一通 然後就是變得非常髒 這樣子 對 那Redux它做的事情其實就是 就是實現 就是 嗯 把這個很髒的東西 想辦法弄得稍微乾淨一點 它本身還是很髒的 對 就是 嗯 Redux它是把 你的每一次操作 都做 嗯 就是每一次對全域變數的操作 都把它變成一個類似事件的感覺 就是你發生一個事件 然後會做一個對應的處理 然後就會有一個比較 嗯 比較清晰的一個過程 就是 嗯 它會 嗯 把這些 紀錄都做一些 把這些變更都做一些紀錄 所以會比較容易去 trace back 或是 跳回去某一個階段 這樣子 然後也可以比較知道說 到底是誰 對全域變數做了改動 就比較不會長得到 就所謂的 漲險就是說 我們不知道它怎麼流動 它可能就是被誰拿去刮掉 拿去 刮掉 然後 就變成亂七八糟 但是都沒有人知道 什麼險是 從哪裡來從哪裡去 那 洗錢就是說 它本來是漲的 但是你 把它混進去一些乾淨的手把走 它看起來就變乾淨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還蠻有趣的提議 然後 這是一個 比較簡單的架構 就是 redux它裡面有一些 component 比較大的 就是 Ution Redux的app 應該 Ution Redux的app 應該都大概可適到 就是它有分 store 然後reducer 然後action 跟displace 這些東西 先改變 那其實 store 這個 它其實就是 像是一個 離線的底 就是我們的app 就是存在一個 離線的底 然後 我們的app 就是從store裡面 拿來給我們 需要的資料 對 所以store 其實它的概念 就非常的簡單 就是一個 離線的底 其實 很多人說redux好像很難 然後有人說redux很簡單 其實redux就是難是難在它的 它有很多模板的語法 就是 有一些很自私化的規定規定 你要讓我們講解 對 然後所以要學習這個 這個自私化的概念 跟它的一些裡面的想法的時候 會比較困難一些 但它其實使用上還蠻直接的 蠻簡單的 但是可能需要有人去 就是 告訴你說這個概念是什麼 對 因為如果你直接看它的模板的話 你可能會 不是很懂說 它到底在 在 在 那個component在做什麼 對 那 好 那回來再組 就是說store 它是一個離線的 那 app 基本上就是從store裡面 嘛 只要 map的出來 然後 這就是retrain的 那我們要怎麼做 就是 放DV的或者是DV的 那 我們要怎麼做 R2 那 我們要怎麼做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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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Display 跟 code 就像前面所講的 我們起前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把 它做的一些操作 變得比較有 規則性 就是我們可以預測說 它做完一個 比如說我去買的東西有收據之後 我就知道說 這筆消費紀錄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就可以 比如說 某天我要退球 就可以看首先 我們知道說 當初花了多少錢 所以我要退給他多少錢 類似這樣子 那 在 R2 裡面它就是通過 叫做 Action的概念 就是一個Action 就是類似一個 Event 就是你可以把它想看 是一個Event 發生了一個什麼Event 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對store裡面 做一些 對應的操作 但是Action本身 它已經聊出發生了一個小事情 然後 所以 我們告訴store說 我們發生了一個什麼 是什麼 是Despective的Action 然後 那至於發生了這件事情之後 store要怎麼變短 就是要靠Reducer 對 那Reducer它基本上就是一個方權 然後就跟剛剛講的 如果是Event的這個系統的話 Event就會有一個Event Handle 所以 Expective的Action 就等於被刺發出一個Event 然後 Reducer就是一個Event Handle 那 Reducer這個Event Handle 跟一般的 就是Reducer這個 Component跟一般的Event Handle 是什麼差別 就是 Retars Alto Reducer 是必須要盡量的 是純函數的 就是 Full Fund 然後 純函數的定義就是說 你給它一樣的輸入 你可以預計說 它每次回產的結果都是一樣的 然後它沒有 不會造成額外的附中 額外的附中 就是比如說 嗯 Component跟肉粉 就是一個 很 很 很 欸 什麼 是一個很 常見的一個Site Effect 就是它會輸出一些東西到 Component跟肉粉 所以 它每次都是不一樣 因為它會輸出 別的東西到 Full Fund 以外 所以它是一個 Io的改變 對 所以它就是 它就不是純函的 純函數 對 或者是說你對一個 全域變數做的修改 那 嗯 就是你的這個Full Fund 裡面 你對一個不是你 方形的內部的 變數做的修改 這就是一個Site Effect 就是 嗯 因為你可能 比如說把你的全域變數 在這個Full Fund裡面 改成實 那 別人的別的函數 如果有 有 依賴的這個全域變數 的話 就會被收到影響 所以它就造成 BG是它的依賴 所以Reducer呢 它必須要是 盡量是 純的函數 就是你給它什麼 輸入 它就會預除是什麼 輸出 就是你給它什麼 它就會是 同位的輸出 然後不會造成 它不外的影響 對 那為什麼它要是一個 純函數呢 就是 Store它會把 現在的State 要給Reducer 然後Reducer 就是根據現在的State 會產生一個 新的State 所以 為什麼它是純函數 就是因為 我們去提說 我們同樣的一個State 進去 它應該要給我們的 同樣的State 出來 不然 不然的話 就是我們可能 是一樣 現在一樣的一個狀態 然後 經過Reducer之後 每次它會 結果會不一樣 那這樣我們就聽得 很可靠的 就是 比如說你剛剛 收據的福利 就是說 假如 收據上一些 我付了兩百塊 但是它如果 這一次 拿兩張兩百塊的收據 它可能一次 其實消費安排 一次 一次消費兩百塊 那 這樣子就是 會造成無法利息的狀況 所以我們 本來應該相信說 我給你兩百塊 那 應該也就是下次要退 就是入瓦 退錢 那如果 不是這樣的話 就會變得 很困擾 就是 同樣的東西 你卻圖我 不一樣的狀態 對 所以 insert 它必須要是 就是 越儲的還出 就是 還不會造成一些 意外的 所以 現在我們就是 嗯 更新的流程 就是會 Diskite 告訴Store說 這個App 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Store 就是 比較 不是說 就是 現在的State 我們現在的State 反正 我現在的 安全發生 那我要怎麼改變 我們State 好 那這邊就是 那這邊就是 透過 Diskite 就要出了 現在發生的組織 然後 Reducer 就根據現在發生的組織 就是這個Country function 就是一個Reducer 那State 就是說 我們現在Store 裡面的Drop High 那Atrine 就是描述說 我們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 嗯 去看 14行的這個 Store 等 React Store 就是我們 嗯 初始化了 一個Store 然後 我們 Diskite 就是說 我們描述說 現在發生了一個 Hite 叫做Increment的事件 然後 我們就可以看 就是 就是 他說 Increment的時候 就會回傳 一個State的加益 一開始的State 是 就是如果發生 Increment事件的時候 就是State 就會變成State的加益 然後 如果是Increment 它就會 就會是 引力這樣子 那 嗯 有一個小地方 需要注意的是 它並不是回傳 State 這個 價格 或是State 這樣 它不會對原本的State 做改變 它一定是回傳一個新的State 因為如果 你對原本的State 做了改變的話 它就會影響到 它就會有篩一個 就變成說 它會影響到 舊的傳進來的那個變數 所以 這根 JavaScript的特性也會 不管 就是State 它會是一個reference 所以如果你擺動了原本的那個變數的話 它就不會是存的 還是 它會傳一個新的變數 這樣子 好 那 那 接下來我們就是 會直接看那個 有一點示範嗎 這樣子 你看 有一點 注意看 總之 這個就是 雷拉斯他的reference 那我建議 如果各位是 你用自己的裝置的話 可以 因為我等一下的code 只是 直接顯示這邊 就是 裡面的code 所以如果你有 自己的裝置的話 也可以 看自己的裝置 可能會比較好看 對 因為就是 我沒有想到這個 投影被 效果會很難以下 對 對 那應該是跟社會大的 好 好 那 所以可以看到說 其實reference 它的source code 非常的少 這邊只有 1 2 3 4 6 6個檔案更加1 5 6 下面有3個檔案 就9個檔案 就非常非常少 就是很精巧的樣子 對 那 如果也要去找 這個source code的人 就先打reference source code 應該就找到 非常容易 然後 直接看 src 那個資料 好 那我們就直接看 第一個檔案 就是 基本上 就是trace code的一個小秘密 就是 一定要先找聽錄點 這應該就是 按 基本的 就是如果你是寫私家的 那就是找那種 那如果你是寫 表達訊號 就是去找 如果是node的 相關的專案的話 就是 去找index 就是找 一開始 一定是先找 層次的聽錄點 這樣才可以 你總是要有投 才可以去找其他的 其他的 公平 所以 第一個 先找投 index 然後 因為 JS的 export的 語法的關係 所以 通常 套件 就是套件裡面 都是會從 從index 去export 他的其他 ADI出去 所以 我們從 他的 他的index export的 出來 就可以再找下去說 他的 他的 這些 房間在哪裡 就是 這個 腳腳的 逆軸 走過 然後 我們先看 第13堂 這個 就是有點 蠻有趣的 我知道在redux 有看過這個 不過應該 其他的專案 也有這一次 可以接說 就是 他宣告了一個 當兵 方形 就什麼事都沒做的 方形 然後 他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 檢查這個 方形 有沒有被 crush 就是 通常我們在做 Node的專案 因為現在 前端的生態是一個 檔發 都會 就是進入所達權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 minify 然後 所以 這個操作就是在檢查說 現在的環境是不是 果大 然後如果是 而且 這個方形的名字被改掉 他可能被minify 或是被crush 然後 噢 發現我講過 他是沒有被crush的話 就表示說 他沒有過minify 但他又是果大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說 他可能在跑步 Developed Mode 所以 他就會變得比較慢 所以 如果他就知道說 你在果大選 你用的又不是 你用的又不是 果大選後的話 他就會跳一個網領 跟你說 你現在的環境是 果大選 但是你用的是 Developed Mode 跟 Builder 會比較慢 這樣子 就是 還蠻有趣的 小小的 打線 這樣子 然後 再來就是 看他intro的什麼 然後有export的什麼 出去 對 所以這裡有 React score 然後confine reducer Bine Action Reactor Live Compose這些 然後還有一個 Do not use Action Types 對 其實 別的生態器 有很多 應該也不說 別的生態器 就是弄的生態器 會有很多 export出去 是為了 給別人用的一些 對 他其實不會希望你 直接來使用 所以他都會有一個 就是很明顯 這樣你只要拿 用的一些 例子 像React 還有一個 就是 Do not use or you'll get fired 的變數 就是 只要用這個變數 會不會被你 然後 所以我們從他 export出去 什麼攻擊 就可以 再去trace 所以我們下來 不要去哪裡 就是 它 export的東西 從哪裡來 就是 因為它應該是 Intex都是 基本上算是一個 有點像Fast 就是從別的地方 引路再轉出 所以我們就可以 從它下面轉出 去什麼 這樣後來看 然後從哪裡 然後就去 找它對應的 檔案 那其心不redu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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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 所以我們剛剛講過 它只有一層 然後就是 5TLS下面一層 所以 所以 這個步驟比較 好像沒那麼重要 就是全部都看得過 那我們就是 已經看5TLS 這邊基本上就是 三個小小的工具 FMType就是剛剛我們有看到 那個 Denied Use的那個 FMType 就是 它裡面定義了 三個 就是 內部 Vidus內部 哪來用的FM 就剛剛講的FM 是一個 描述發生了什麼事情的 一個 一個 部件 那 所以有時候我們 就是Vidus它內部 也是 用這個FM 來做發生什麼事的 這個 描述 但有可能就是 它會撞銘 就是跟你 跟你在用的一些 因為我們的Type 是可以自己定義的 所以如果Type撞銘的話 就可能不知道說 這是你自己定義的Action 還是Vidus內部 定義的Action 所以他們這邊 有做一個 就是 段數的Screen 然後就是 做了三個 內部在使用的 FM 那它如果 就是有撞銘的話 就是會做一些 額外的處理 就是我們在 人家裡後的 可以看 然後再來這個是 StandApp 就是 因為Vidus 剛講的Action 它其實有定義說 就是它只能是一個StandApp 它不能是方別或什麼 就是它就是描述說 發生了什麼事情 它的Type是什麼 然後 它的Payload是什麼 所以 它必須要是一個單純 很單純的目的 它不能是一個 class的一層 不換的 或是怎麼樣 這樣它就不蠢 就是 放軍口 跟我們兩人去玩 最蠢的 不蠢 很蠢 然後 呃 呃 這個 其實這個 韓詩最主要的 就是 這三行 就是它會一直去找它的 PoloType 就是PoloChain 不知道各位跟PoloType的 那個原型鏈是不行 就是 JavaSphere是類似用 呃 一個 原型鏈就是 就是一直往上去找說它 提成之誰 提成之誰 然後把它提成的那些人的 方權都把它提升到 現在的這個物件裡面 現在提成的這個物件裡 對 所以 這個 方權基本上 就透過 找PoloType的源頭 然後找到說 它源頭是不是就是 ARCUE的源頭 然後來打到說 呃 確定這個ARCUE 有沒有 提成是別的 別的地方 如果它提成 從別的Class 提成過來的話 它就不是 純的物件 所以 呃 理論上這邊 就是網上找一層 如果 如果 它的 PoloType 跟 現在的 物件的PoloType 不是一樣的話 就再把它修圈 對 大概是這樣 呃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去研究一下 那個PoloType 的一些 可以做的 好 這個方權就是 Compose Compose 它其實是一個方權 喔 蠻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 就是 其實可以看它的柱子 就是 嗯 Compose FGH Identical 這個 就是 如果你把 FGH 另外就是 FM DU O 就是 把 盤數 套在一起 這樣子 對 那其實它 這個做法 還蠻漂亮 蠻簡潔 它是使用了 一個 reduce 就是 array的 reduce 就是 es 6 之後的一個 新功能 可以把 一個array 壓出來 變成 變成 一個 一個 數字之類的 就是把整個array 壓成一個 路線 那 它這邊做的是一個是 就是 傳進來的 呃 傳進來的這個array 是一群方圈 就是 compose 就是 一群方圈 那它用了一個 很潮的東西 叫做 sled operator 就是把所有的 artement 一起 收進來 它變成一個 對 然後把這個array 壓平 就是 透過 A跟B的話 就把它 變成 A或B 然後把它 全部壓進來 剛才有錯 這樣子 OK 可能 好 那 compose 其實是 uncino裡面 蠻重要的概念 因為 uncino裡面 就是什麼東西都是 所以需要把 uncino都 串起來 就蠻重要的 所以它是一個 很重要的角色 好 那這邊是 redux最重要的 那個 redux store 然後 大家可以看到 它大概有 200多 就是 因為它算是 整個 redux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 部件 所有的 pstack 操作 就是store 的操作 都是在裡面 那 那我們先看 就是 create the store 它有 它其實可以有 吃三個傳說 或者吃兩個傳說 然後 其實在C++裡面 它可以透過type 來做 就是 多型 但是java screen裡面 就是沒辦法很容易的做 不是多型 是overload 沒辦法很容易的做overload 這件事情 所以它就要很笨的去檢查說 如果它的type長怎麼樣 然後它的argument數量有多少的時候 就判定說它是傳兩個餐具 現在還是傳三個餐具 就是 這邊就是在做那域事業的時候 看起來還很笨的 然後 然後在處理完這些argument的型態之後 就是 它就會把它 assign 給裡面內部再使用的變數 然後 最後 它會在最後 dispatch一個 init action 就是 把store init 然後再把這些 ADI expose 所以這個create the store 就是一個vactory 就是把store 變起來之後 然後把它expose 然後就可以把 裡面的第一個 function 就是 往上邊 這邊有一個 next listener 就是store裡面 它可以註冊一些 listener 然後就可以把 事件 就是如果你發生一個fm的時候 可以把 現在的state 或是 發生了什麼fm 把它記錄下來 這個功能其實基本上 主要是給你辦 就是 可以知道說 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把它記錄到 edust deftools 所以 它其實平常 listener 主要是用來做一些loading 或是做一些 紀錄 對 那 在做 就是 listener 如果在改變的時候 他會需要 就是 紀錄說前一個 因為有可能dispass到一半的時候 然後 listener 就發生了一些改變 所以 他必須要可以確保說 listener 在改變的時候 不會影響到 之前的那個 action 正在dispass 就是 有點類似 就是 嗯 就是 它不要讓 前面的人發生的事情 被後面的人 如果前面的人 做完 可以 然後 接stale就是很簡單 就是 如果 正在dispass的話 就先不要回傳 接stale 那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配置 這邊就是subscribe 意思 然後這邊其實有一個 Java 3蠻常見的一個配置 就是 subscribe一個方圈的時候 它的旅程是怎麼樣拿出來的 就是 就是 我在 新增一個 listener的時候 他就回傳給你的方法 就是說 描述怎麼樣 uninscribe 這個 listener 對 那他這邊做的事情 就是說 先檢查的 listener 如果不少就是 然後 如果正在dispassing的話 就是 也是 要先 暫停 就是 以免 發生剛剛改的那個情況 就是說 dispass到一段 listener 又發生了 改過 對 然後 再來就是 確定說 我們可以更改這個 listener 然後 就 就把 新的 listener 就是 把這個 listener 布局到 現在的 listener 的 然後 在uninscribe的時候 就是 反過來做 把它從 next listener裡面 拿出來 所以 我們是連到 對 好吧 抱歉 就後面的男生一點點 就是 半周一點點 對 對 對 我們是 好像 算看起來 我是要說算看起來 就已經很愛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好 好 好 愛誰各位 不是今天就 先講到這裡 然後 可以 加速再見 好 謝謝 謝謝 clothes 跳